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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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蒙不過江 不是真人不露相 歡迎各位再度收看股市門道 好 今天這個大盤 它是開高震盪走低 收盤跌120點 那為什麼今天會開高走低 這個跟我昨天跟各位講的有關係 為什麼跟我昨天各位講的有關係 來 各位同志朋友 昨天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短線的重點 兩個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關鍵價8690點 8690點站上會續長 但是為什麼告訴各位8690點 因為這是第一道反壓 第一道反壓 各位同志朋友 今天高點多少 8699 對不對 這個數字怎麼來 我等一下會讓你看 所以簡單的說 今天這個大盤它為什麼會開高走低 我昨天跟各位講過 這個低點如果是低點的話 8690點它就會站上 再來就是缺口 怎麼去處理 所以各位同志朋友 今天這個大盤它為什麼會開高走低 兩個短線的敗筆 第一個是沒有站上8690點 這個是我昨天告訴各位的 最高來到8699 對不對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一點高之開高走低盤 漲起3點低的反多盤 3點低兩種做法 開低走高走低是黑 開低走高反多盤 昨天是3點低的反多盤 為什麼是昨天是3點低的反多盤 我說過了嘛 我這檢 DVD裡面的實戰篇裡面都有 今天這個叫什麼 今天這個叫一點高之開高走低盤 來 一樣 昨天是不是看3根 今天也一樣看3根 1 2 3 這個高點 來 給你看 今天大盤是不是開高 最高最高多少來到8699 有沒有站上 收盤收哪裡 收8679嘛 對不對 再來呢 你有沒有看到8690這個數字 沒有了 除了我昨天跟各位講的8690點之外 再來就是一點高 1根 2根 3根 再來沒高點 這個叫做一點高 那一點高會有三種做法 哪三種 在這裡面都有 在這裡面都有 我昨天是不是告訴各位 會有11種做法 對不對 那這個叫做標準的一點高盤 開高走低收最低長黑 這個是三種做法之一 這個在我們DVD裡面 實戰篇裡面 這一篇裡面都有 所以說啊 做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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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你要知道當天盤是怎麼走 第二個 你要知道壓力怎麼來嘛 這個壓力怎麼來的 我是不是昨天就告訴各位 我是不是長老跟你說 我不是今天才跟你說 是不是 我長時間怎麼跟你說 這個8690點是第一道短壓 怎麼來的 讓你看嘛 來 這一套是我自己設計的 不是請軟體公司來寫的 我是針對 針對台股控盤阻力 我們標題不是價的玄機 我常跟你講價 價格跟時間 等一下再來跟各位談時間 好 各位投資朋友 這是不是昨天收盤的位置 這是不是昨天收盤的位置 10月16日昨天收盤的位置 對不對 短壓在哪 八六九五 八六九五 你有沒有看到 八六九五 對不對 早盤一開盤短壓在哪 讓你移過來一根給你看 來 你自己看 是八六九零 有沒有過 也就是說 這一段的跌勢 這個空你看得懂嘛 我們把鏡頭拉近給你看 這一段的跌勢 跌跌跌跌跌到昨天 如果這個低點 它是確認低點的話 彈上來 這個壓力就要過 那這個壓力今天有沒有過 沒有 所以為什麼我昨天 告訴各位什麼 告訴各位 這個低點要確認是低點 必須怎麼樣 要站上八六九零 那今天呢 今天最高來到多少 八六九九 而且一開盤看到一瞬間而已 有沒有站上去 沒有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點是一點高支開高走低盤 這個一支裡面 我可以送你 但是不是說你卡電回來不用錢就送你 沒什麼東西不用錢 在這個市場都是要付出代價 你想要學習都要付出代價 沒有人會從天上掉下來 我可以送你這一卷DVD 如果你對我的軟體有興趣 我可以送你這一卷DVD 你買我的軟體我送給你 這沒有問題 所以說整個盤勢的部分 包含當天的走勢 今天為什麼要開高走低 一定有原因 但是這個只是屬於什麼 屬於短線的部分 中線 我跟你講過了 修正到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會告一個段落 所以不用悲觀 選對股比較重要 為什麼修正到下個禮拜會告一個段落 第一個這個周缺口 今天這個禮拜留周線缺口 這是不是留周線缺口 又帶一根長黑 這個周缺口必回補啦 第二個 這個叫做末段 1 2 3 4 5 這個叫做末段 第五段叫做末段 接下來這個叫ABC 這個叫過高 為什麼這個過高 這裡沒過高 因為怎麼樣 因為除全息的關係 我拿台灣50給你比較過 為什麼台灣50過高 加全指數沒有過高 把全息還原它是過高了 因為我們有除全息 這個最高9532 這個最高9593 差60幾點 60幾點扣掉除全息的話 除全息指數會蒸發 會失增 所以這個是過高的 這裡是有過高 你去看台灣50就知道了嘛 台灣50跟大盤走勢雷同嘛 它是不是下來一樣 1 2 3 4 5 它是不是一樣留缺口 這個留缺口也補啊 對不對 它只要有缺口 周線有缺口這個都補啊 在這裡 這裡是不是留缺口 跟大盤一樣啊 對不對 這是不是有周缺口 是不是也補上去 大盤也是嘛 同一個禮拜嘛 這是不是也補周缺口 這個都我過去跟你講的啊 對不對 開紅盤第一天 這個周缺口 我有沒有跟你說 避回補 只是怎麼樣 只是它這個過高 這個大盤將來它會彈 彈完之後後面要疊再疊 所以我跟你說 我跟你講過 中線會修正到下個禮拜 告一個段落 你不用在這裡悲觀 不用在這裡悲觀 有機會給你 還有一次機會給你 要積極 不然 你怎麼去賺錢 重點在哪裡 重點要選對股嘛 對不對 你會說大盤的照 你說會這樣走嗎 我告訴你放心 一定叫我講會這樣走 不要對我講的懷疑 為什麼楊少爺這麼有把握 很簡單 來 來 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大立光跌停對不對 大立光為什麼跌停 我問你嘛 是不是媒體記者都告訴你 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因為怎麼樣 怎麼樣 因為他的法說 因為他的法說 毛利率怎麼樣 有降低 這個叫做事後放炮 這個叫做為了跌停去找理由 是這個原因是這個原因嗎 不是 那原因在哪裡 來 在這裡 我放給你看 我放給你看 各國的部分 最近 來 漲跌都有 這9月30號 各位談過一張股票 他是先破警線 先破警線 之後再反彈 反彈剛好來怎麼樣 來做一個回撤的動作 後面就下去了 因為他這個型態已經完成了啦 不會再上去的啦 大盤長他也不會上去啦 最好的狀況 我昨天跟各位講過嘛 如果是的話 彈到這裡 就下來 好 比較強一點 下來 短筆沒破 再上去一次 後面也是下去 其實這個整個型態都完成了 這一檔絕對不是多方標的 反而是什麼 反而是有幸去做空 的空方標的 而且怎麼樣 而且他的頭型剛出來 所以說 像這樣子的標的 有沒有 好 這個你剛剛看到的 上我們公司網站 9月3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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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我那一段的解法 我當時在這一天講過大立光 我說大立光 兩種的反彈方式 一個是回撤下去 一個是什麼 下來沒破之後 再上去一次 上去之後再下來 所以說為什麼大立光今天跌停 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毛利率降低 那個都是事後馬後拋 因為怎麼樣 因為技術面 各位投資朋友 這個頭型出來了 頭型出來了 所以他今天剛好怎麼樣 昨天開完法說 這個屬於什麼 屬於利多出境 形態完成 釋放利多 都沒有用 半空我會有 我不是不會有 半空我最好放 我大立光空他 我沒有賠過錢 賺了好幾百塊 今天利多出境就放空 彈不上去就放空 第二個長線出現轉折 它是在7月份的時候就出現轉折 這個叫轉折 我們大盤也是 大盤也是7月份出現轉折 收黑就有轉折 我常講的 這個收黑叫有轉折 這個收黑 收黑是不是轉折 對不對 大立光也是 收黑反折 然後再下來 形態完成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做法 回撤跌或者是怎麼樣 下來沒破再衝一次 後面還是下去 所以大立光為什麼會跌 有原因的 不是沒有原因 所以大立光 為什麼今天可以去空它 因為它利多出境 對不對 有利多出境 第二個長線出現轉折 第二個長線出現轉折 半空一百塊 跌停 我扛股票都會跌停 但是要告訴你說 不要在這裡放空 是有原因的 因為怎麼樣 因為這個大盤它會先彈 它會先彈 會先彈 修正到下個禮拜 就開始往上彈 彈完之後 後面要跌 後面再來放空 不用急著在這裡放空 我會找標的給你 如果你也真的有興趣的話 空作容就最好啦 對不對 要下一個百 百萬 今天下一個百萬 明明再跌停 又百萬 這樣攤不夠快 要扛就要扛這支 利多出境了 後面不會有利多 只會有利空 而且空間又多 你看它長那麼多 對不對 那將來下來的幅度也很大 股票是這樣子 怎麼上去怎麼下來 我扛就要扛這支 做多咧 做多要買我告訴你 行行 做多要買我跟你講的 10月3號限價174 不要加碼單 保留一筆多單 174塊 賣得對嗎 價錢還會有錢 對不對 我跟你說會再去 昨天加碼一筆多單 今天拉回來 我跟你講是買點 要把握 各位投資朋友 我們來做比較 新象還在這裡 它今天跌 我跟你講還會再漲 你要聽聽不聽 隨便你 你去看看這段時間 如果你報新象會怎麼樣 你不會怎麼樣 你只要在對的時間點 去買進 你都還賺錢 是不是 如果你反而去報其他的股票 你會怎麼樣 應該很慘 所以我跟你說不是不處理 你要怎麼去調整 你手上的股票你一定要集中火力 集中到後面會漲的嘛 現在這個大盤還沒往上漲 對不對 你看它都不跌 這個大盤漲它會怎麼樣 它會往上衝 它會往上衝 一定往上衝 這個大盤很快就修正結束 到下個禮拜就會告一個端落 所以要買你就是要買這種的 拉回是買點 要把握 我都有跟你說 你聽得下去聽不下去 願不願意而已 如果你不願意 你還是要報一些你手上的 是不是像我跟你說的 越報越賠越多 是不是 晚一天去調整持股 你的損失會越大 而且我可以告訴各位 後面這一段反彈 後面這一段反彈跟你沒關係 如果你早一天來找我做即時的動作 後面這一段反彈 跟你就有關係 調整持股後面會漲的 對不對 將來再出掉 出掉再反手放空 再空 空有空的股票 所以你不用擔心行情 你不用擔心什麼 擔心沒錢賺 只看你願不願意而已 你如果賣呢 賣我沒辦法 那你只會眼睜睜的 我只能告訴你 你只會眼睜睜的 看自己手上的股票越跌越多 為什麼 因為95%以上的股票 都頭部成形了 這個不是頭 這是底 你不要把這個當頭 這不是頭 這是底 這個會上去 這是一個底 這又是一個底 它每次下來都是兩個底 兩個底 對不對 這個後面還會再上去 這不是頭 你不要把它當頭 所以底型完成的股票 會上去 還有哪一檔 光環 光環 這也是底型完成的 對不對 讓我告訴你我賣嗎 有沒有 有沒有告訴你為什麼賣 有沒有 今天有沒有 有沒有拉上來給你跑 對不對 我昨天有沒有告訴你賣 那賣完今天是不是拉回 昨天是不是告訴各位 賣出貨利了結 今天是不是拉回 為什麼我賣得去 我賣得來 你要去想這個原因 所以我跟各位講過 跟各位講什麼 你現在不是等 等對你來說沒有用 你現在只能怎麼樣 把資金集中起來 去調整什麼 調整會上去的股票 好 心想免錢幫你補 其他的還有兩支 待會再跟你說一支 你就可以注意 我們休息一下 今天要廣告 馬上回來 天啊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顾德投顾都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顾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顾得投顾 用心用心还是用心 是顾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 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起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顾顾得投顾 头痛 请用五分珠 爸爸 俄牌清理窗 专业富文师倒快 寻觅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俄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胆有 吹起贴啊 生用起贴 五分珠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现场 这个时候才能检视出来你手上的股票是强还是弱 我杨绍牌跟你讲的股票是强还是弱 好上市700多家跌 跌停70家 对不对 涨的只有100多家 上贵的500多家跌 涨的133家 跌停30家 人家说什么 涨时重市 跌时重值 现在大盘在跌 股票在跌嘛 那这个时候来看值 值好的它就不会跌停 也不会跌 当然今天涨了有的是跌升反弹的 那个我们不要去谈 我只跟你谈什么 跟你谈底打完了 会上去的股票 那除了星象之外 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我跟你说没去免钱 这支股票没去免钱一定去 为什么 底型完成 除了有技术面的底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基本面的题材 营收获利 第三季第四季 这个股价都低估 今天涨停 今天涨停的不是这种的 今天涨停的都跌升反弹 你自己去看 它今天没有涨停 就是因为没有涨停 我才跟各位讲 你要赶快上车 来 今天是不是很多人股票跌停 它有没有大跌 没有 大半的跌到要死 股票跌停的 滚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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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股票 我跟你说它没落 它没落 就跟你说它压不住了 要上去的 要上去了 所以还没涨停你才有机会买 你等到涨停锁住的时候 你会没机会买 或者等到光环那一天涨停锁不住 你才去追追追的你短线就套了 另外一支也是啊 这是我跟你讲刚好打的三重底 而且它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 有产业面的利多题材 什么样的题材不能告诉你 如果我跟你讲会被怀疑内线交易 我没有啦 但是我们可以预估产业 未来的利多有什么题材 而且是后面反弹波的主流族群 敢去 敢不敢落 不落 不敢落 要稍微拉扯 敢不住了 所以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把握这个时间去做什么 做正确的动作 欢迎你跟我们注意的联络 看团体也好 参加会也好 打电话进来就对了 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再会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谁说了赛 我是物流专家 让全球热爱MIT产品 我们很可以 非常好 我是Dr.Beauty 让世界都变美 我是Happy达人 让香蕉皮变成抗热力保健食品 自由经济示范区 才是台湾的潮 既在地又有竞争力 一起炒饭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 都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顾 固德投顾 头痛 请用五分钟